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 天国又像一个要远行的人 将自己的仆人叫来 把财产托付给他们 他按照他们的才能 一个给了五个金元宝 一个给了两个 一个给了一个 然后就动身了 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 立刻去做生意 另外赚了五个 同样那领了两个的 也另外赚了两个 但是那领了一个 却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钱藏起来 过了很久 主人回来了 便和他们算账 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上前来 乘上另外的五个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五个金元宝 请看 我又另外赚了五个 主人对他说 做得好 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 您既在不多的事 您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 那领了两个金元宝的 也上前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个金元宝 请看 我又另外赚了两个 主人对他说 做得好 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 您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 随后 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 也前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为人刻薄 没有播种的地方 你也要收割 没有散布的地方 你也要收集 我因为害怕 就去把你的金元宝藏在地里 看 请看 这是你的钱 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坏又懒的奴才 您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布的地方收集 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带我回来时把我的钱连本带利收回来 他随即下令 你们把这个金元宝从他手中夺过来 赏给那个有十个金元宝的 因为凡事有的还要给他 使他措措有疑 那没有的连他原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 你们把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 上主的审言 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 对做生意的人 对喜欢金钱的人 喜欢存款的人 一定说 哇 今天的福音真好 我真的是天主爱的仆人 因为我很会赚钱 对吧 我很会存钱 我很会赚钱 你看天主给我五块钱 我可以赚十块钱 如果你读圣经是用世俗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不对了 因为它是比喻 比喻用你们生活 你们最容易了解的故事来告诉你 但是你要把这一切都要转换 转换 金元宝不是真正的金钱 金元宝在这里有它特殊灵性生命的意义 金元宝谈的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 天主给我们的爱的能力 不要把它当成钱 把它放在灵性的生命来看待今天的福音 所传递的内容 弟兄姐妹们 长年期即将告一段落 下个礼拜我们就真的就要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长年期即将告一段落 教会很快的就迎来将临期的到来 如果你有细心了解 在这几周当中 读经 经文 跟福音都在谈一件事情 知道什么事情吗 就是天国的比喻 记得 如果你还记得 这几周都在天堪天国 天国的比喻 也就是告诉我们有关于天国的喜讯 天国的好消息 给我们知道 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们 降临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目的 就是天主的计划 就是告诉我们有关于生命的故事 生命有哪一些故事 哪一些真相 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 肉身 我们的肉身是短暂的 灵魂才是永恒的 肉身的美丽是短暂的 身体 你的面容都会变老 都会变丑 知道吗 不要以为你现在长得很帅 对吧 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就得意洋洋 现在电脑有一种功能 对不对 你把你照片放下去 它可以让你慢慢变老 预先看你 你的老之后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样子 所以我们的面容 我们的身体都会衰老 都会变丑 但美丽的灵魂 慷慨的灵魂 有爱的灵魂 会让你一辈子美丽 即使你老了 也还是美丽 即使你面对死亡了 你的灵魂还是美丽 肉身走了 消失了 这个世界跟你没有关系了 不再属于你的 但不要担心 因为天国的喜讯告诉我们 天主已经在天国 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房间 天主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你不需要再像人间 每天努力的工作 要买一栋房子 安置自己 天主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房间 所以他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没 我们准备好了没 接受天主的邀请了吗 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 当肉身消失在人间的时候 是不是希望自己的灵魂 能够被天主带领到天乡 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我们要回到 那个曾经是我们来的地方 就好像你们假期都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 回到那里 还是你一直都放不下这个世界 而依然最后肉身结束的时候 你的灵魂还执着于这个世界 最后成为无家可归的灵魂 我说的是无家可归的灵魂 神父没有说鬼 我没有说你是鬼 死了之后 我没有说你是鬼 因为我不相信鬼 清楚吗 我们不相信鬼 我只相信有一种灵魂 他怀着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怀着仇恨 我怀着执着 我放不下人间的荣华富贵 我放不下人间的荣耀 所以你的灵魂没有地方去 那是无家可归的灵魂 弟兄姐妹们 读经一真言说到 姿色靠不住 美容是虚幻的 只有娴熟的妇女 这娴熟指的就是敬畏天主的妇人 她的价值不在珠宝 甚至胜过珠宝 她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拥有爱人的灵魂 帮助别人的灵魂 她的生命光荣了自己内心的挚爱 她的挚爱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样的灵魂在人间的生活 一定活在光明中 这里要告诉你们 真言说的是娴熟的妇女 所以你不要在下面告诉你太太 你看你要成为娴熟的妇女 你要成为娴熟的人 福音讲的是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男跟女的区别 当他说娴熟的妇女 不靠姿色 美容是虚幻的 不要以为这不是对男孩子说的 现在男孩子要比女孩子 更爱漂亮 更爱姿色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所以我们不要靠姿色 不要靠美容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怎么让自己变得年轻 怎么让自己变得美丽 所以你看现在很容易对吧 你要年轻要美丽都可以骗人对吧 在相机动一动手脚 对吧 美容一翻一发出去就不一样了 这些都是虚幻 弟兄姐妹们 这样的灵魂在人间的生活 不会是光明的 弟兄姐妹们 否则就如保禄所说的 如果你不好好的活着 每天都跌倒 每天都不努力为爱而活着 每天都懒惰不做事情 每天都常常抱怨而不懂得感恩 这样的生活 事实上你每天都活在阴暗的角落里 阴暗的角落 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活着 就是做贼的人 做贼的人 他最怕光明被别人看到 所以他只能够隐藏在黑暗当中 不想见人 也不懂得去爱人 所以弟兄姐妹 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你想拥有这样的生命吗 所以天主给了我们的喜讯是什么 基督告诉我们 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 答案就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你怎么样子对待你自己的生命 答案是在少许的世上忠信 记得这一句话 在少许的世上忠信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常常会听到神 会常常听到孩子们 会跟神父说 神父 我不喜欢我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不尊重我 他们不爱我 他们不尊重我 他们不爱我 他对我没有信任 所以他常常要牵绊我 常常对我要问这个 要问那一个 不喜欢 现在的孩子都不喜欢 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答案 少许世上的忠信 你将会可以得到 上主天主 对你的信任 让你享受天国的福乐 我哥哥 我要分享我小时候 我家13个弟兄姐妹 我哥哥姐姐 常常会向我爸爸妈妈抱怨 抱怨他们偏心 我也知道 我的父母亲 确实对我 比对我哥哥姐姐们都好 我知道我父母亲 非常疼爱我 但是我也知道 他疼爱每一个孩子 我更准确的说 我的父母亲 并不是疼爱我 他是对我有更多的信任 记得这句话 他对我有更多的信赖 他给我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所以他很少责备我 答案就在 因为我在很多小事上忠信 我常常跟青年朋友说 你要父母亲对你信赖 你有没有在家里的小事上 让别人看到 我是可以信赖你的 如果你没有做到 让父母信赖 父母当然会担心你 因为他是爱你的 不是吗 除非你让他觉得 我可以信赖你 所以我在小事上 常让他们看到 我是可以一个 让他放心的孩子 父母亲 父母交代我的事情 从来不会说第二次 交代我的事情 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中 我会尽力把它做好 当我看到家里 有需要被帮忙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被要求 你来帮我做吧 我都会第一个时间 愿意去帮助自己的家人 我不是臭屁 我不是在这边跟你们臭屁 我的确把我的 我小时候的生活 跟你们分享 我是那一位 看到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一定会帮忙 我小时候没有办法 跟父母亲做糕点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煮饭 我唯一能够做的 看到有地方不干净的 我拿了扫把 我就会去清理干净 这是我能力可以做到 是我最小小的爱 能够奉献给这个家庭的 所以我因为这些小事 让我得到了 我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 十三个弟兄姐妹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打过架 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姐姐 哥哥 弟弟妹妹吵过架 因为他们都那么爱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知道父母亲不容易 所以我从来把我抱怨都藏在我的心中 我会找到我自己的出口 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当我后来有了信仰之后 我懂得依靠主耶稣基督 我所寻找的 他成为我最生命最后的出口 没有一个比我得到主耶稣基督 这个出口来的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们 小事上少许的事上忠信 这是我们大家要在我们生命中努力的 天主没有要我们做大事情 刚刚我说我小朋友能够做什么 不能够做大事 但是我却知道有一些事我是可以做的 我就用天主给我这个时候的小小的力量去做 所以今天说的金眼宝就是爱 每一个人都有爱 小朋友小朋友的爱 大人有大人的爱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爱放进去需要人的地方 需要的地方 天主就是喜悦 就是今天的福音真正的精神 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为天主做 你愿意为天主做 天主是没有说你一定要做大事 天主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 你就按照自己的能力去为天主服务 就是了 弟兄姐妹们 我能领洗成为天主教徒 因为我领受了主基督 给我的第一个金元宝 这第一个金元宝就是基督的真爱 我被基督的真爱感动 那是我第一个作为教友的金元宝 所以我为爱还爱 是我开始我真爱的旅途 开始将基督的爱在教会服务 在生活服务 在家庭服务 爱如果不服务 你就不会得到恩宠 爱买起来 你最后就是变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知道吗 天主给我们唯一最简单的就是去爱 你不爱你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因为你的爱被拿走了 当你愿意能够爱一点 你就做一点 你最后你就发现到你的爱的能力就越来越大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爱的 但是我们却被一样东西搞坏了 那是什么 害怕 我们人很害怕付出 因为我付出了不一定得到回报 我们很害怕 害怕付出了别人还讲闲话 对吧 我们付出了 对方又没有反应 你就觉得我一直付出 一直付出 都没有得到我要的时候 我干脆就不付出了 害怕 不要如此 基督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不是这样子对待基督吗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这才是真正今天他冷通的故事 金元宝的故事 一个金元宝 可以变成五个金元宝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把你那个最小的爱为天主而做 最后希望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开始 你能够做的事情开始 从少许的地方开始 将自己的金元宝 天主给你爱的能力给活出来 愿意为家人 愿意为天主 愿意为你的朋友 愿意为这个社会背负这个爱的十字架 能背多少 能背多少就按照你的能力 背多少 不要视而不见 不要变得冷漠无情就可以了 给人少许的关怀 少许的慈爱 天主一定会给你更多的金元宝 更多的他冷通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常与你们同在 我最后还是觉得我应该还是要简短的说一些英文 因为你知道神父看到那些听不懂中文的 我会蛮心疼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给神父一点点时间 给他们讲解一点英文 谢谢你们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theme of this few weeks is about the kingdom of heaven kingdom of heaven is to give u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all of us before the coming of advent so Jesus Christ is to prepare us and lead us to the kingdom of God or kingdom of heaven remember prepare he's preparing us and he's leading us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elling us the truth of life what is the truth of life the flesh is flesh and it is temporary and what is eternally what is eternal our soul body health and beauty will deteriorate and progressively worse but will a generous soul and beautiful soul will be for you to turn you forever lovely forever lovely first reading we see the wisdom from the Lord a perfect wife what is the perfect wife perfect wife she is the one far beyond the price of pearls a perfect wife should know that charm is deceitful and beauty be empty so you remember the gospel a few weeks ago the virgin five s wife is wise and the other five foolish so the gospel telling us to prepare everyone to have enough oil before the end of your life enough oil what is this the oi oil oil feu we maybe last week gospel and this week he talk about talent oil and talent what is oil and talent oil and talent equally i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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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n by god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is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st paul reminded us prepare yourself every day to love and to fear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faithful to him you will be the son and daughter of light of day or you will live in the dark we do not belong to the night brothers and s s we do not belong to the darkness that's why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every day but how to prepare so not just to do makeup your face makeup your face not just to build up your muscle but you have to makeup your heart and build your spirit of your soul if you know how to makeup your face and how to build your body you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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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you need patience right you will not say I makeup today tomorrow I become beauty and I exercise today tomorrow I build up my master no you need patience you need time that's why you know how to keep yourself patience for all of this but why can't you give enough patience to build up your soul why cannot you look too much on your body but forget about your eternal life you spend money you spend time you know there is no ugly woman but lazy woman and now men also know that we have no ugly man but lazy man but you should know no ugly soul but lazy soul no ugly soul but lazy soul so you have to prepare your soul for eternal life like you do for your body and do it for your soul bit by bit we know it takes years to make you beautiful in your soul it takes years to be a perfect to have a perfect soul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what you can God will not force you he just want you do bit by bit do what you can love according to your capability if you have one talent give one talent if you have a little love just give a little love you are willing to share your love your talent even a small one God will be happy and God will give you more talent God will give you more capability to love so only Christian begins with one talent and I know God has given me more talent now this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when I turn to be a Christian with more talent now because I have more talent knows that's why I can give more talent give more love to you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and give even just a little love don't be foolish and indifferent to your family members to your neighbor if you can't just to give a little love don't expect you can win the kingdom of God may the mercy and love of Christ be with you al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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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